一部气势磅礴的《开国英雄传》 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让人如痴如醉 百读不厌的经典故事令人回味一生 一生必读的中国十大名著 隋唐演义 朗读多妈 第十九集 徐茂公 致退三路兵 众人正在吃酒之间 胡听探子来报 不好了 今有山东节度是堂壁 临阳关总兵上师徒 红尼关总兵新闻里 各带兵马十万 分别在东南北门安营眨寨 又有靠山王杨林 率领十二家太保 领十万人马 离瓦岗寨只有一百里了 陈耀金一听 哭丧着脸道 哎呀 这个皇帝当不了了 大家散了吧 徐茂公道 主公不必着急 自古道 兵来将党 水来涂烟 趁阳陵大军未到 陈等保主公出门 会上师徒 带陈用一席之话 说退上师徒 若上师徒一退 这新闻里 必不战而去矣 唐壁这只人马 不足为患 陈耀金听说大喜 便领众将 浩浩荡荡出了南门 上师徒文报 全身披挂 带着十万大兵出营 陈耀金一马上前 大叫一声 上师徒 我和你并无仇恨 你为何新兵到此 上师徒道 强盗 你返了山东 取了瓦刚 我再临近耀郡 岂可不请拿你 这般反贼 徐茂公上前道 上将军此言差矣 你此番出兵 不仅不能讨阳陵的欢心 反而冒了大大的罪名 难道不知道吗 上师徒道 本帅镇守 林军林阳 领兵全来 有何罪过 徐茂公道 将军此来是奉圣旨呢 还是奉靠山王的将令 上师徒道 本帅文尔等猖獗瓦刚 理应前来真讲 奉什么旨 奉什么令 徐茂公道 将军恐怕忘记了吧 王日将军奉寒秦虎将令 侦讨南阳五云昭 寒秦虎令你镇守南门 却被五云昭逃去 几乎性命难保 如今 靠山王阳陵不比 寒秦虎的心词 将军若胜了还好 若吃了八矮 二罪巨发 况且 牧下盗贼众多 将军出兵在外 伤令盗贼有机可乘 偷袭林阳 将军岂不是得不偿失 这就是新闻里出兵 也有些不便 上师徒文言 恍然大悟 随即回至营中 知会新闻里 二人连夜拔寨 各自领兵回去了 此日 靠山王阳陵 兵至瓦岗西门 安了寨 山东节度使唐臂前来拜见 阳陵遣唐臂 前去捉拿秦琼 唐臂得令 第一关讨战 要秦琼答话 秦琼一马来到阵前 向唐臂欠身行礼 唐臂道 秦琼 本帅从前 待你也不薄 今日杨林要我拿你 你若念我平时待你之恩 自己绑了桶我去吧 秦琼道 末将若让将军拿去 只怕众朋友不服 况且 当今阳帝无道 天下大乱 当此之际 这是英雄得势之时 元帅不如改天年 立国号 静则可为天子 退 亦不失为藩王 何苦受人指使 唐臂文言叫道 书宝 本帅 虽有此心 只恐杨领不容啊 秦琼道 不妨 他若有犯元帅 瓦岗 必发兵相救 唐臂道 本帅今日听你一言 退兵自立 他日若有危难 你等必须相助 秦琼道 这个自然 当下 唐臂回至营中 吩咐大小将官 起兵拔寨 回到山东 杨林坐在让中 呼吻唐臂 回了山东 大怒不止 忙披挂上马 率领十二太保 和大小重将 追杀过去 秦琼在城上 看见杨林率兵下去 料定 必是追赶唐臂 忙与众将领兵出城 齐声呐喊道 快拿杨林这老贼 杨林一听 吩咐不必再追唐臂 回转来 去杀秦琼 秦琼等众将 见杨林回兵 连忙退回城中 杨林见状 吩咐士兵 重又去追唐臂 秦琼等人 在城上看见 傅又呐喊出城 几次三番 杨林气得 蹊跷伸烟 收兵回城 同十二太保 摆下一个镇 名为 伊字长蛇镇 围困瓦钢寨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多妈开讲 也可以添加微信 5642458 精彩的内容 等着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